魔尼经社,因果祭祀集,求子相关问题系列 天助自助者,佛菩萨一直在您的身边 以下为一位内地师姐分享 因结婚后一直怀不上孩子 内心既着急又矛盾 顶着各方的压力,到处求医问药 喝了差不多一年的中药,却也于事无补 因此有段时间,不停地翻找 魔尼经社部落格分享的英国祭祀集,求子篇 在经社分享的案例中 大部分的师兄姐都在求子路上付出了很多 看病、吃药、诵经、宵夜、补福德等等 最后都如愿得到孩子 只有极少部分的师兄姐应年龄限制 或跟随经社修行多年,而放下随缘 看了这么多的分享文 我隐约感觉到 自己如果要怀上宝宝 一定也要付出许多时间念经吧 内心真的很矛盾 每当看到别人从怀孕到孩子出生的艰辛 再到培育一个优秀的孩子 需要花费非常多的精力和时间 就有点犹豫 自己是否也要加入他们的行列 没有孩子的牵绊 生活确实简单很多 年轻的时间也很充足 但是这些都只是我自己的想法 常言道 结婚不是一个人的事 而是两个人 甚至是两个家庭的事 先生嘴上虽然没有说什么 但是当他看别人家孩子 那种怜爱的眼神 我就知道 他非常渴望能拥有自己的孩子 平时先生带我很好 我却常常因怀不上孩子 觉得愧对于他 内心挣扎了许久 才鼓起勇气向佛菩萨请示 在阿伯和精色师姐的帮忙下 我终于明白 为人怀孕生子的缘由 佛菩萨并开示了金刚经 药师经 地藏经 各六百步 看到这个数字 顿时惊呆了 想到自己还在销外道业力 目前已开始出的业力精魂数也不少 以我现在的念经效率来计算 顿时感到求职遥遥无奇 我开始思考 如何有效率的应用时间 来提高每日所送的经文数 或者向亲人求助 增加念诵的经文数量 先生在精神上支持我诵经 但邀请他一起诵经却不愿意 我的姐姐生病在家休养 没事做 请求他有场地帮我念一些金刚经 也被他拒绝了 最后一切只能靠自己 从此 我每天早上都逼自己先念二到三遍的金刚经 再去坐车上班 因为公司规定严格 上班不容迟到一秒 出门等车 所需的时间也不少 但感觉上 每次都有佛菩萨在帮忙似的 经常在我刚到站或者到站不久 就有车到来 节省等车的时间 下班后我大量减少刷手机和关注其他杂事的时间 这样下来 发现每天的送经数比平常多了快一倍 但是 这样做之后 先生开始颇有维持 因为我在家几乎把时间都放在诵经上 陪伴先生合作家务的时间 自然就少很多 先生曾一度认为我过于迷信 问我这是要呈现的节奏吗 每当面对先生的质问 我都默默地接受 没有反驳 不希望造成家庭纷争 因为先生的姻缘未具足 对于诵经 我只是偶尔向他提 平常只是开玩笑地 请他有偿帮忙诵经 念一部经 给一定数目的零花钱 可是没有一次能成功 成家后 先生确实承担得比我多 我在内心默默地感激他 所以要尽量地 与先生和谐相处 圆满家庭 我在诵经的空档 尽己所能地关心他 该做的家务尽快做完 半年好妻子的角色 因自己正在消外道业力 明白修忍辱的重要性 但是也常常会忍不住对先生发脾气 一边是大量的经文术等着自己 一边是各方面的压力 有时顶不住压力 上班都要躲厕所大哭一场 但哭完之后 又是一片晴天 有佛法就有办法 如果不是每天翻看金色部落格分享文 阿伯的话现场开始精华节路 单单看到经文数量 我估计已经放弃了 感恩佛菩萨的慈悲 感恩阿伯的教导 和师姐的帮忙 求职 给我带来了压力和自卑 却激发了我学佛修行诵经消夜的劫心 这条路虽然艰辛 但一路上收获丰硕 生命也一点一滴地蜕变 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 我相信自己一定能坚定不移 一步一步地走完这条修行之路 分享完毕 孕育 是自然界一切生命的传承 繁衍 是万物得以生生不息的延续 传宗接代 从古至今 都是家庭与社会的重要课题 在古代 要看一个国家或部落是否兴盛 人丁兴旺 是重要的指标 就算到了科技发达 思想风气开放的现代社会 政府也是鼓励人民多多声誉 各项学术建设 与国家政策 才得以传承 人与人之间的相遇皆是因缘 能成为一家人 更是深厚的缘分 能不能顺利有子女 也要看您本身的福德果报 以及是否有业障阻碍 或外道干扰 业障或外道干扰 除了会让人诸事不顺外 您最在意的部分更是阻碍重重 业障会从您最在意的部分下手干扰 为什么? 换位思考就知道 若是您今天处于业主菩萨的角色 当时被狠狠伤害 导致重伤 失去生命 甚至家破人亡时 您会不会心生怨恨与不甘? 等时机成熟时 让您 遇到当初伤害您的人 您会不会想要报仇? 您会不会想要看到对方诸事不顺 遭受困难与痛苦? 若是您能阻碍对方 让对方求不得 甚至苦苦煎熬 难以解脱 您会不会觉得很解气? 有仇报仇 有仇报仇 有怨抱怨 这是人之常情 也是业主菩萨 软子和金子结合之后 就会 dancing face to face 愿び 而你能阻碍对方想要 若是你呻仇 是死的 就是重大杀人业障 英灵也会带着嗔恨心 怨恨心 来干扰 请务必要珍惜生命 谨慎行事 若是不小心流产 也务必要好好超度 英灵在灵界 孤苦无一的飘荡 真的很可怜 若没有父母家人的超度 不知道要等到何时 才能再有投胎转世的机会 所以他一定会来干扰父母 兄弟姐妹 或其他家人 直到您超度他为止 英灵相关案例系列文章分享 英灵干扰流产与堕胎 英灵干扰同辈英灵 如同上述师姐分享 有佛法就有办法 模拟金色办事多年 帮助来自世界各地的有缘人 解决人生的各种疑难杂症 举烦身体疾病问题 家庭婚姻不顺遂 工作学业受阻碍 祖先因灵求超度 灵界与外道干扰 个人习气与心性提升 修行问题 求止等等 只要是您生命中的难题 都能到模拟金色请示 寻求解决的方法 以上问题都有圆满化解的 成功案例 请有请逝者发心撰写感应文分享 全都收入在金色部落格中 每一篇都是感人热泪的生命传奇 每一篇都是与逆境奋斗的生命故事 值得您仿佛阅读与转传分享 提升自己内心的光明面 也将这正向能量 借由网络传递到世界各地 上述师姐提到 佛普萨开示的经文术很多 需要花很多时间诵经 还要兼顾家庭与工作 难免有压力和挫折 但是,换个角度想 若能用诵经来圆满过去世所造下的因果 不必受到业障的折磨与讨报 例如病痛缠身 诸事不顺 甚至家破人亡 还能脱离外道 不再受外道的控制与干扰 诵经其实是一件超级划算的事情 除此之外 在经典的常识熏陶之下 信心与智慧都能渐渐提升 待人处事就能圆融 不再继续造二业 未来就能免去因果纠缠 圆满人生每一段聚遇 不再冤冤相报 轮回不休 师姐也提到 自己正在消外道院 佛菩萨开示 消除外道业力为第一优先 因为曾修篇 破入外道的众生 脑势充满贪嗔痴 慢疑等不正思想 还有厚重的黑气 除了影响自己 也会干扰他人 若不尽早消除 非常容易伤害他人 造下无名业障 除了造下因果恶业之外 还会导致国家社会动荡不安 害人又害己 由此可知 外道真的不能碰 末法时期 邪师外道术如五横河沙 世间充斥外道的宫庙道场 若是仅碰到片财的神棍 那还好解决 赶紧离开 钱再赚就有 若是碰到邪师外道 招揽您加入他们的道场 借此控制您 要您花钱供养 替他们效忠效劳 招揽信徒等等 这样残害自己与众生的法生会命 罪过可就大了 只要您曾修编堕入外道 要脱离和漂白的经文术一定不少 因为除了要消除修编的习气和黑气之外 还要偿还您 为外道效力 残害众生的业障 外道业力 以印记不消 外道生生世世都能预寻印记找到您 这就是一入外道 万劫不复的痛苦轮回 因此 能趁此身 遇到模拟经色的大善机缘 消除外道业力 请好好把握与精进 阿博的话 现场开始精华节路 若有皈依和效忠效劳外道的业力 脑势中会有外道的思想在干扰 会让自己失去正念 控制不住情绪脾气 造下诸多业障 在外道思想与业障同心协力的干扰下 会影响生活、家庭 导致知事不顺 因此 要先消完皈依和效忠效劳外道的业力 让自己内心平静 再诚心忏悔 努力消除累自业障 心才会清静 人才修得起来 家庭才会圆满 接触或修入外道 亲信心会被污染 杂湿会很多 财运不顺遂 家庭不圆满 事事都不如意 我在灵山莫远求 灵山只在入心头 人人有个灵山塔 好向灵山塔下修 过去曾规过外道 就会一直被外道控制及障碍 所接触的人事物 也常会与外道有关 而且做什么事情都不顺 因此要赶紧送金刚金 会向归依和效忠效劳外道的业力 念诵的过程 会因黑气的事出而很痛苦 但要多忍耐 会向玩 未来才会好过 归过外道 就像外道跟自己有连线 容易被外道灌黑气 且亦胡思乱想 亦影响家庭 也亦对他人起疑心 学佛修行 除了努力诵经消夜之外 还要圆满家庭 圆满一切人事物的因缘 阿婆的话 现场开示精华节路 所谓 己利而后利人 己达而后达人 人要修行 思想和观念方 能慢慢契入良善的境界 越修家庭越圆满 使家运真真日善 越修处事越圆融 并因基度化众生 使大众也能接触善法 获得大利益 人不能率性而为 更不能自义妄为 有家庭者要先顾好家庭 与另一半若过去世有相欠 本事就是来圆满过去世的不圆满 修行就是要家庭圆满 若家庭不圆满 修行就白修了 另一半在磨念时 细在削自己的业 也在修自己 当磨念发生的时候 三不转路转 不要执着于镜像 才能跳脱 避免再造来世二元 嫌隙才不会越洁越深 请设部落格相关文章连结 一 夫妻生活篇 修行中的夫妻之道 怨偶变家偶 恶缘变善缘 婚姻缘满 缘满婚姻 二 有佛法就有办法 努力诵经改变命运篇 改变命运的神奇力量 佛法有没有效 凝视了就知道 真的很有感 回向圆满后 什么都好了 三 求子胎教教养子女篇 终于怀孕了 命真的可以改 超神奇的胎教 只有子女养成秘籍 有佛法就有办法 佛是大一王 佛菩萨不舍众生受苦 慈悲度众 但佛助自助者 我们自己也要努力抵诵经消夜 提升心性 勇于忏悔 弥补过错 并且不饿过 还要量力而为行善不失 造福他人 广传 佛法 利益众生 等等 所有好事尽量做 唯有脚踏实地 去 幸愿行 才能真正 有效地改变命运 阿博 阿博常说 不怕业障多 就怕不知道 佛菩萨能开示出经文 代表您所遇到的问题 一定能够解决 只要您愿意 依照佛菩萨的开示 努力执行 就一定能突破生命困境 找回幸福快乐的人生 若无法开示出经文的问题 您才真正要烦恼呢? 把握有限的光阴 积极诵经消夜吧 心臣则灵 诚心诵经 努力修行 佛菩萨一定会在您身边看顾您 常伴您左右 南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摩尼经社 经由南海 我们不接受供养 不收钱 不推销 不强迫修行 只求能结善缘 解决您的问题 我们专解因果事件 因果问题 治因果病 无论感情 婚姻 家庭 事业 家族 身体 顾及 学业 等问题 均能请示 有一生看到没一生 有神问到没神者 不妨一试 因为经社异工分别住在不同县市 且平日各有工作 只有星期天早上才开办祭祀 现场请示 台湾彰化县西周乡 朝阳村 陆军陆 一段 两百七十一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